这是已经装好的一整套 当机器踩到的时候 需要把这些连接线都装好 包括这个水管 然后在这里面加入40升的纯净水 然后各个连线都要连上 包括这个信号线 气管 这些各种控制线 它这个线插错了是插不进去的 就各自专用的接口 然后这个CCD 显微镜 显示屏都需要接上去 电线是接入380伏的电 注意电压要稳定 不能缺下 然后全部接好以后就可以开机 我们最先是开冷水机的开关 然后再开主机的开关 冷水机我们要打开冷水机 显示正常以后 它会运行 然后水瓣开始工作 这就是正常的冷水机开始工作了 然后我们这时候可以打开主机 打开空开 打开钥匙开关 打开电源开关 大概等待20秒钟的时间 这是进入界面 进入界面以后我们可以设置电流 可以设置你想要的电流 设置频率 设置麦宽 都可以按照我们所需要的设置 一般点焊 模具焊填0.4 0.5的焊塞的话 我们电流大概设在 150左右 频率就设置在5赫兹吧 就看根据你的速度 麦宽设置在5左右 然后设置完以后 注意一定要按保存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使用 这个手动的工作台 左右 前后 来修补你的模具 然后我们可以 也使用PLC来设置旋转 现在使用旋转 我们先把参数设小一点 频率设高一点 然后在旋转里面设置你想要的参数 可以设置速度 和转的角度 设好以后 你可以使用自动模式 来进行旋转的环节 这个时候旋转就是在工作 在这个CCD上面 可以显示即时的激光 现在是自动模式 你可以 也可以切换为手动模式 手动模式的时候 你在这个旋转上面 可以变成单点模式 这时候旋转机是不工作的 详细的可以看一下使用说明书 我给你摇举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